音樂 好 OK 我們上課開始 我們上次已經介紹了 Intensity Immissive的 Intensity 我們把這個交代清楚 如果你想清楚的話 後面就會比較容易 因為後面還陸陸續續會用到這樣的東西 會在後面 另外呢 還有我們講到說 在Intensity的時候 本來是它一個Real Surface 它可能沿著不同的角度 它的放射率會不一樣 但是如果我們碰到一個Special Case 就是一個Diffuse Emeter 就是它的各個方向都一樣的 這樣子的Emeter的話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的 把它在不同的角度把它做半球做一個積分 那做一個積分之後 它的積分的效果會是一半 因為你有投影假角 所以它就會變成PiI 那我們知道半球本來是2P對不對 那可是因為我是Intensity 我是針對有效面積來看的 所以你這個面當然是全部有效 然後越來越到這邊的時候 你這個夾角面就開始變少了 OK 所以你的積分會把它降下來 那最後總效果就是變成一半 所以它就變成PiI 所以這個很簡單 只要乘上Pi 或是2Pi把它除以一半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是Diffuse的時候會是這樣 那後面我們接下來我們不久 我們會介紹到Black Body 那時候也會用到這個關係 因為Black Body也是一個Diffuse的Surface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這個 那還有一點我們剛剛講到的 我們再重新強調一下 我們的I是什麼 I是針對不同的 特定的某一定的夾角 Solid Angle來看的 那E是把它沿著有效面 有線的夾角去把它做積分起來的 所以把這個兩個先把它搞清楚 那 好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其實可以把 把I做空間的積分 我們就可以得到E這樣的東西 然後呢 E本身又有Total又有Spectral 所以我們也可以把它E做Lunda 做積分變成Total 所以我們剛剛就講到說在 我們介紹兩個特性 一個是方向性 一個是頻率性 波長性 一個Spectral的 一個是Directional 這兩個東西 把它理清楚以後後面就比較好辦 好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 12.1這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是很 我們大概就可以看得清楚一些東西 它很簡單它就是列了三個方向 三個夾角 三個面有不同的夾角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效果 我們先用直覺器看就可以了 先不要把它想得太複雜 待會兒我們再把式子列出來 好 今天說有一個A1 這個面它有放射性 那它的intensity在normal的時候 它的intensity是這樣的一個量 在每單位的steridian 然後每米平方 然後有多少個瓦 這個是intensity的單位 好 那它的面積在這裡 好 所以呢接下來我們就來看說 它現在另外有三個面 A2 A3 A4 A2 A3 A4 這三個面 那三個面它的距離都一樣 只是它的方位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三個不同的方位 它所接收到的能量是多少 OK 它們所收到的這個能量 會是多少 好 它今天就講說 這個 radiation at which what is the rate at which radiation emitted by A1 is intercepted by the three surfaces 每一個界面我接收了 攔截下來多少量 那我們現在來看 如果它的面積都是一樣大的話 然後它的距離也是一樣大 當然我們一看馬上就知道 這個可能是最有效對不對 因為它正對它normal 好啦 那接下來這一個呢 因為它有一個夾角 所以它的放射性的部分呢 你會發現 第一個還有是它的 這個地方它有效的量是多少對不對 它有效發現它打的折扣 因為它有一個投影面積 但是它的夾角呢 因為它是normal對不對 所以它的solid angle 兩個是一樣的 這兩個surface 它所夾的solid angle是一樣 它都是normal對不對 但是呢 它這邊的所接收到的 有效的量 它是比較少 因為它只有投影面積 好啦 那另外這個呢 這邊我會發現 它除了接收一個投影之外 面積之外 它自己還有一個solid angle也會壓小 因為它的有效的solid angle 在這個方位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打的折扣最多的 所以它接下來呢 就可以看到它的分析 它就把它做這個 三個組合分析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看得很清楚 這是normal的最強 然後呢這個呢 夾角solid angle是一樣 但是它這個地方有一個折扣 然後這個地方呢 這個位置當然最弱 除了這邊打到折扣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有效面積 它的solid angle也變少了 所以那接下來就處理這三種狀況 這三種狀況 好啦 我們先來看它這邊說 solid angle dAn3R2R2R2 那所以它可以把它處理起來 所以它這裡的solid angle其實很小 4乘以10的負3 10的4乘以10的負3 那當然這個蠻小的一個 夾角面積 好 因為我們全球也不過 全半球也不過2π嘛對不對 也不過6點幾 所以事實上也是很 整個solid angle的數字不大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小巧的 那當然數字會比較小 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到3對1 4對1 它的solid angle是一樣 右邊這兩個 中間跟右邊這兩個 它是一樣 因為它的A3是一樣的 那至於它第二呢 surface2它就要打一個折扣了 因為它的solid angle就要打折扣 2加打折扣 所以它會有一個夾角出來 這個地方這個夾角會出來 好 那 所以它這邊就會有一個量 在這裡 所以它這邊就有一個cosθ2 那這邊是30度 所以它這邊就可以 得到一個打了折扣的這個solid angle 好 那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看它的 所接收到的這個量 我們接收的量 那就是我的intensity 然後我的面積 跟我的有效面積 對不對 投影面積有效面積 再乘上我的solid angle 那所以這個cosθ1 就要看我的 跟它的夾角 我的跟我放射面積的夾角 所以1到2的呢 這個中間它就有一個cosθ60度 因為它剛剛夾了60度 所以這邊又打了一個折扣 好 那3是完全沒有 所以這邊0度 所以這邊OK 然後它的solid angle最大 所以2呢 這邊打了一個折扣 60度之外 這個 這邊打了一個折扣之外 它的solid angle也打了一個折扣 所以這兩個折扣全部沈進來 那至於4呢 它就在這裡45度打一個折扣 所以它當然就會得到三個不同的量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看見說 我們剛才的 以這個case 它針對一個小小的角 小小的solid angle呢 我把它的intensity 把它乘上 把它回歸 回歸到能量對不對 好 我雖然我現在 小角很小 可是我還是回歸到能量 因為我單位的因素 對不對 我還是回歸到能量 所以我現在就變成Q 好 我現在就變成Q了 那只是這個Q 按照我的 跟我solid angle大小有關係 跟我投影的面積有關係 我把它全部沈起來 我可以得到三個不同的Q的量 OK 所以這個Q呢 在不同的方位 不同的角度 角角跟不同的這個位置 這個都有關係 好 所以這個例子 大概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面的方位 是什麼樣 然後如何從intensity跟Q 把它做 把能量 把它做一個結合 好 這個例子 我們先到這邊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往下走 我們繼續介紹 另外一些量 這邊我們介紹 irradiation irradiation 那這個 這個東西 我們使用一起習慣一下 radiation加上ir irradiation 意思說 不是放出去的 是進來的 是進來的 OK 那這個irradiation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就要看到 某一個surface 那它除了會放射之外 它當然更多 也還有很多 是吸收進來的 對不對 那吸收就由外界來嘛 那外界呢 就要看 其實就要看外界的 什麼樣的特性 來到我這個面上 那我來看 我能吸收多少 但在談到吸收之前 我至少先看到 有多少進來 好不好 從四面方向進來 所以任何一個surface呢 它可能有不同 進來的光線 比如說我現在說 這個surface 我從哪裡來 我進來的光線從哪裡來 我最多的那邊 大部分是從那裡來 對不對 從我的投影機來了 因為這邊是很亮 那會不會從你那邊來 會 當然會 因為大家都會放嘛 會不會從牆壁來 從天花板來都會 都會 所以大家其實都在放放放 然後到我這個地方來 所有的這些進來的 這個量 它從四面八方的 都有可能是入射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界定 那界定就是說 以入射的話 我們也會界定intensity 也是界定intensity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看這個圖 你就會看見說 我來界定intensity 就表示說我也要把它 做這個特定的solid angle 因為我要講說特定的方向 它的intensity多少 OK 就比如說我們現在講到 假設我還是講到這個面 這個intensity從哪裡來 會不會最主要最多呢 可能這個角度 最強對不對 因為那邊光源最強 能量最多 那所以 我這邊就可以得到 一個很強的intensity 可是我說這個角度來呢 可能就不是很強 因為 也不一定 當然外面有可見光了 但是 看哪個角度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 而且它進來的 那個波長也會不一樣對不對 它這邊進來的那個波長 可能就是你現在比較多的可見光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 因為它從高溫這樣出來的 不管它是LED的 LED可能不直接的溫度 但是它基本上它的頻補是可見光 因為我們才看得到 好了 那另外可能這個方向來的是什麼來的 也有很多的可見光 因為從外面 我還會有一些大家放出來的 那是紅外光對不對 我們人體放出來是紅外線 所以紅外線也會進來 所以它實際上呢 有不同 也是一樣有不同的方向進來 然後也不同的波長進來 我們就把它分出來 就把它分出來 那同樣我們剛才對照的時候 某一個surface它也會放嘛 對不對 它會放 那它會放不同的方向放 它會有不同的波長放 對不對 這也是類似 所以基本上 我們只是現在光的來源不一樣 我們現在談入射 是從外界來了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東西 它基本的特性由外界來主導 外界的本質上來主導 那我們放射呢 是由物體本質來主導 OK 到時候我們再來繼續會說明 好 那因此我們現在來看到這個 這個irradiation 其實它叫做incident radiation spectral intensity or incident radiation 所以這種intensity 還是spectral的 incident radiation 或是spectral intensity or irradiation都可以 那它叫 它就給它寫成i的landa sub i sub i就是表示incident 或是irradiation 那當然它會有波長性 然後它有角度性 所以有landa跟兩個角度 兩個方位的角度 θ跟phi來定它 所以這個是我們寫的 最general的寫法 對不對 最細 spectral intensity 所以它兼具這個方向性 跟兼具這個波長性 那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說 從某一個unit area 這個surface 我攔截到了哪些能量 這個 我就把某一個方向 我在某一個方向裡面 我攔截到了這個方向 那這邊也是取它這個方向的normal 也是這個方向 所以我會把它夾一個normal的這個方向來 然後這邊是persolar angle 就是在這個solar angle裡面 所以它有一個dω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會看到這樣的一個量 那這個量的話 我們會給它寫成g 我們給它一個名稱 這本書上我們叫它g 那g呢 sublanda就表示我是spectral的 那它的單位呢就是 瓦呢 除以米平方 再有一個micron 有一個波長量 那我g lunda呢 我的irradiation 如果我把它全部把它spectral的部分 那這個intensity呢 我們剛剛講的intensity對不對 那我接下來會介紹 就是我們接下來叫做spectral irradiation 是一個g g的意思對到我們剛才的那個 我們之前emission的那個大E 就是一個能量了 已經是把它各個方位把它收起來了 所以如果你那邊弄抖 你後面就應該很容易抖 因為它都是對照過來的 所以這個g呢就是把我的i呢 lunda sub i 把它對空間半球 整個四面八方把它積分起來 那就是我總入射的量 spectral irradiation 我總入射的量 所以它是一個能量通量單位 那因此我這邊就把它積分掉以後 它剛才那個單位呢就會把irradiation 我們剛才這個spectral的部分會有一個sr對不對 那這個sr先拿走了 那現在就變成一個通量 那spectral的這個熱通量這樣 好那 所以我們只要把它做了半球積分就可以得到 那至於說我們才同樣的一個步驟 就類似的步驟就是我可以把它所有的波長 再做一次積分 這叫做total total irradiation 我就把它波長從0到無限度把它積分起來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g 就沒有再寫一個glunda g sublunda 那這個是irradiation的部分 OK 所以irradiation的部分反而就是入射 那 同樣的如果是diffused incident radiation 我也是乘上一個pi 這個完全是一樣的 那 所以我們現在介紹了intensity的emmissive的intensity之外呢 我們也介紹了這個irradiation 就是incident的這一部分的intensity 好那這兩個其實可以做一個對照就可以了 那只是說到時候你會處理發現這兩個特性是不一樣的 emmissive主要決定於我本質上的特性 servic的特性也有我物體的溫度 那外界的來的東西要看你光源是什麼特性 這個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它的定義是類似的 好了我們接下來看這個12.2這個例子 那12.2呢 他今天就來看說 好我來看一下12.2 他說有一個spectral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irradiation is as follows 好他說這樣子呢有一個radiation 它是g lambda 那它沿著不同的波長 它會有不一樣的特性 它自己畫的比較簡單 用三角形來做近視 那當然實際的不見得是這樣 其實也很亂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做一個近視 用一些直線把它拉起來 那他現在就來說 這個是total irradiation是多少 total irradiation多少呢 那他現在基本上就是說 要我們來找出來 找出來那就是基本上找total 就是取它的radiation 把它做成積分起來 那做積分其實就是這樣一個式子 所以呢就把它分段 三段 從0到5micron它是一個向上斜的 接下來一個平的 然後又一個下斜 然後剩下來另外呢就沒有了 就是有一些特性把它分出來 所以它就把它去積分 就是分了四段 上升的平的下來的 後面一個平的是0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四段把它積分起來 所以這邊就是很簡單 就是面積乘一下就可以了 那所以就把它加起來 那這就是總計 那機率你會看到它的單位 就是米平方每瓦 OK 因為你是per unit area 你這個surface 每單位surface 你收到多少能量 OK 所以是單位面積 這邊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 肚臼有沒有問題 應該OK 肚臼有沒有問題 OK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了 好 接下來在第三個 另外一個類似的東西 那這個當然都是有實際需要的 這個叫做irradiosity radiosity 所以又介紹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看到emission 對不對 然後有這個irradiation 然後接下來是radiosity 那radiosity又是什麼呢 radiosity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我現在是一個surface上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一個surface上 我們接收到它的能量 不只是它放射對不對 還有它接收之後反射的對不對 OK 所以我們還要把一個反射給它放進來 好 那好 我們先從這個地方來看到 這個是我們實際上的 因此像我們現在 我們看到的 我們大家看到我身上的這些 這些你接收 假設有一個detector 來接收我的能量 你接收到了什麼呢 你就接收到我的radiosity 對不對 因為我第一個 我現在有被太陽光照過來 或者是這些光 燈光照過來以後 我會反射 所以你才會看到我嘛 那你看到我不是因為我放射 是因為反射對不對 因為我的方式你給我看不見 我們彼此都看不見 就是紅外光看不見 你必須要用紅外線的這個detector 才看得到 那另外可是我實際上 也在放紅外線 對不對 如果你拿一個紅外線測試儀 你馬上就拍得到我了 OK 只是我們看不到而已 所以基本上這兩個都是有效的 在我這個surface上 有效的這個浮身能量嘛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一起算起來了 這也是一個很自然的一個做法 好所以radiosity 就把這兩個加起來 好所以第一個呢 是這個物體它本身就會放射 那以我們現在 以我們人來講 我們放射就是紅外光 以紅外光為主的 那如果說另外呢 我還會有一個入射來 以後我反射了 入射來我surface會吸收它 那個吸收就變成我surface能量 那這個我surface能量呢 就會表現在我的放射出去 OK 那反正吸收了就被我surface拿走 那如果沒吸收的話 可能穿透進去對不對 那有可能反射出來 那這三種 那如果像我們現在不是透明的 我們不會不會穿透進去 或者非常非常的少的量 那但是它們就反射出來 所以假設是這樣一個surface呢 我們不談它的吸收 或反射 別的東西的部分 如果它不是透明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看到說 我會有一個放射量 然後有一個反射量 這兩個加在一起叫做radiosity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方式 也就是把這兩個加起來而已 一個是i的sublander 然後還有一個e 也表示emisive 然後另外加一個r就是reflective 就是反射的 那就是把這兩個東西把它加起來 那現在都是一些符號的概念 那當然我還是一樣 我把這種intensity把它積分起來 它叫做j 所以它就另外一個j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大e 然後大g是radiation 然後看到一個大j j在這裡是radiosity 就是涵蓋了我的e 再涵蓋了r reflection的這一部分 把它加總起來 那因此還有接下來 也total radiosity呢 就是把它做波長連結起來 所以這也是ok的 同樣呢 這個surface diffuse呢 如果它是diffuse reflector 也是個diffuse emitter的話 都是在它的反射部分 跟它的放射部分 都是diffuse的話 當然我就可以把它處理 用π來處理 用π乘上intensity就可以了 那這邊應該也ok 我們想到知道說 把我們實際上的 在我們生活上 可以經歷到連結一下 你就知道ok 那這個大概就指著 這樣的東西 應該就不會太生疏它了 那 好 好 我們剛剛介紹好了intensity 還有介紹好了一些這個power的 相關的一些power 包括e 包括g 包括j 那這些介紹完了 這些符號介紹完了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介紹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了 這是熱輻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部分 要把它搞得很清楚 這個絕對會是考試的重點之一 這邊要搞得很清楚 因為之後的輻射都會以這個為做基準 ok 好了 我們來介紹這個black body radiation 這樣的一個 這個 這樣的一個部分 好了 什麼是black body 黑體 那其實它是一個ideal 它是一個理想性的東西 所以實質上並沒有那麼理想的東西 沒有真正的那樣的一個surface 但是有近視 那它有這幾個properties 好它第一個呢 black body absorbs all incident radiation regardless of wavelength and direction 它是完全把所有能量就吸收了 然後不管你是什麼樣的波長 不管你什麼方向 我通通吸收了 就有點像黑洞的意思 ok 所以黑洞當然不只是 它當然也會把光都吸收了 還把物質也都吸收了 那意思就是這樣 所有的光呢 入色的光我通通給你吸收 所以你沒有反射了對不對 一直都不會反射 那所以呢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東西 就沒有任何 光照到它的 你就沒有看它反射 ok 所以我們是不是黑體 我們當然不只是黑體 我們還是會反射 那 但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會把所有光 不同的方向全部把它吸收起來 這是很理想的一個東西 好了 但是吸收之外呢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特性 可是呢它這邊講的放射部分 它說它的放射部分 只要我設定它一個溫度跟波長之下 那這個surface 是放射的最厲害的 所以 no surface can emit more energy than a black body ok no other surface 可以比 black body來的放得更厲害更多 所以它又是一個最理想的放射體 ok 好 那又是什麼意思 我們後面慢慢理清楚 所以我們剛才介紹兩個 第一個 它能夠完全吸收 然後第二個呢 它會放射得到最大 不是完全放射 好不好 不是完全放射 是放射到極致 最大的極限 那最大的極限是什麼 我們後面會介紹 black body的 distribution 我們會介紹 但是吸收是完全就吸收了 ok 好了接下來呢 說要說 radiation emit by black body is a function of wave length and temperature 這個很重要 它是跟波長跟 temperature 尤其是temperature 決定我大概放射量 然後呢 它的放射跟波長也有關係的 它的放射是一個波長的函數 那它是 it is independent of the direction 它在方向是完全是都一樣的 就我們剛才講的diffuse 所以一個black body 是一個diffuse emitter 它也是一個diffuse absorber 它是吸收跟放射 它都是diffuse 各個方向它都可以完全接收 跟完全放射 就是最佳的放射 所以它是一個diffuse emitter ok 它當然它也是一個absorber 那這邊呢 接下來這邊就講說 事實上在實際的surface裡面 我們並沒有看到 並沒有真正的surface 能夠達到這麼理想 並沒有這麼理想 那 但是呢 倒是有一個我們可以來去近視它的 那除了概念之外 實質上我們也可以這樣把它運用 就是cavity cavity is the closest approximation 就是一個孔 一個很小孔的一個洞 很小進出口的一個洞 那它就可以把它近視為這個black body 它的surface 雖然它不是surface 它是一個cavity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近視 把它 來看它把它這樣 視成 視為一個black body 那為什麼 實際上我們可以 它這邊圖畫得很清楚 它是這樣畫 你說它這樣一個cavity 那我的光線呢 跑進來了 如果跑進來以後呢 我的surface呢 不見得會全部吸收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講 一個black surface 就全部吸收了 對不對 可是我們剛剛也講說 我們不是所有的surface都是black surface 所以我要模擬一個black surface 那我希望它最終的效果是全然吸收 對不對 那實際上我們說 很多surface不會全部吸收 那很多反射 吸收效率很低 比如說我金屬你就知道 哇 通通反射好亮啊 光一照 哇 好亮 通通反射 大部分都反射掉了 那當然就是吸收性就不好 它會反射 可是我們知道它大概還是會吸收 所以它 其實你這個裡面 你可能放一個金屬的surface 那你最後 這個cavity 你都還可以視它為black body 懂我意思嗎 就好像我可以假設一個 你說一個鋁 鋁表面很亮對不對 可是如果把這個鋁啊 鑽了一個很深的洞 鑽了很深的洞進去 那個洞小小 但是鑽了很深的洞進去 然後你去看它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真的是黑的對不對 你自己想像嘛 我不用去鑽了 你就會知道 一個洞伸進去 一個山洞也是黑的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是黑的 因為光進去都被它吸收掉 雖然這個鋁的反射率其實很高 吸收率很低 可是它可以來回啊對不對 它一進去以後 它就在裡面彈來彈去彈來彈去 因為它洞出來的很小 很小嘛 所以它的所有的表面 它絕負大部分在裡面跑 當你跑 比如說 比如跑一次是吸收了10% 你跑 跑9乘8 9乘在9 再乘9 981 就一直乘下去 你最後最後都會吸收掉 OK 因為你相對的面積比例很低 所以它大部分都可以 經過很多次的反射吸收 反射吸收 它就可以把它吸收掉 所以各個光進來 你到進來 你就變成掉到陷阱裡面 全部都被它吃光了 就這個意思 所以它可以視為一個 完全的吸收體了 即使你裡面可能 吸收係數很差 不怎樣 但是因為你面積相對很大 所以你來回反射以後 它就達到這個效果 好啦 那另外呢 這個東西 你就說它的能量放不出來了 對不對 進去就 狼入虎口 全部吃光了 沒有了 那接下來它會不會放射 它當然會放射對不對 因為它有溫度啊 這個物體有溫度啊 那這個物體可能 比如說假設它在室溫好了 在這個室溫之下 它會放出光來 它會啊對不對 它會按照室溫的這個狀態 它會去放光 OK 然後呢 當它放的時候呢 它其實也是一樣 你看看 它在這個Surface 它從哪裡來的光 它從各個方面進來的 對不對 從機率來講 這個洞 它還是有這個表面 所有四面八方所有來的光 OK 好 比如說它如果它光 你說它的 emission emissivity 不是很好 但是它 它還是會累積啊 對不對 它放不出來 它還是會累積 所以它最後它放出來的 這個Surface 實際上呢 它經過全部這些Surface 累積最後 它一起跑出來了 所以它各個方向 它都可以做得到 它都可以接近 因為它方向機率是一樣的 所以它可以接近 視它為是一個Diffuse Emitter OK 即使我們剛才講說 它裡面的放射係數 不是那麼高 OK 但是它就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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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還是可以出來 它最後出來的就是相當於 我這個的溫度 我這個物體的溫度 所能夠放出來的 那個最佳的量 OK 那個最佳的量 好 好了 那 因此呢 我就可以把它想成說 這邊呢 就是一個 視它為 一個黑體 好不好 另外呢 還有一點事情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東西 在一個 能量平衡的狀態之下 比如我現在 在一個溫度之下 對不對 它在某一特定的溫度之下 它能量平衡了 對不對 它不會變了 那因此它所吸收的能量 全部吸收進來 它最後會 會收熱 對不對 它會收熱 它會放射出去嘛 所以最後你會發現說 它的放射量 就等於它的入射量 因為它在平衡在一個狀態 對不對 所以它的這個 而且它某一個特定的波長 它都是一致的 我們後面會慢慢慢慢理清楚 它一定 我們最後在講的時候 我們會理清楚 在不同的波長 它都會要一致 如果不一致的話 你就會發現能量不平衡 那所以它的入射呢 就最後等於它的放射 好 入射就等於放射 它就會達到一個平衡狀態 那因此它這樣子的一個特性的一個 一個cavity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 black body 即使它不見得能夠有那麼強的放射係數 跟吸收 跟這個 這樣的係數 它不見得是達到1 但是它可以 模擬到這樣的一個情形 就好像我們剛才舉例子 我們就可以把一個 清楚 鑽一個洞下去 你就會發現 它其實它是 它接近於一個 你去量它的 你去測量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接近是一個黑體 OK 好 這邊有沒有問題 那這個部分黑體很重要 反正要記得很清楚的 我們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個 更重要的一個圖了 那黑體一定要看 記得這個圖 你看看一定要把它這個圖搞清楚 要非常清楚 那因為很多觀念都在這個地方 好 那這個圖它是畫什麼 橫坐標是畫 wave length 用lock scale 重坐標呢 是畫 spectral emissive power spectral的 記得 spectral emissive power 表示說它是沿著 Landa的函數嘛 好 那這邊呢 這邊就是講說 我們看到一個 它這邊是一個e的Landa b eLanda b 那這是針對一個黑體所展現出來的特性 那當然 這個圖線 這個曲線 我們待會兒會介紹它的公式 它的關係式 那基本上 這是一個黑體的關係式 那我把它畫出來 那還有我們注意到一下 這是 這個 emissive power 對不對 它不是intensity 它不是用intensity 為什麼它用emissive power 它不用intensity 因為其實很單純 因為 因為黑體是一個diffused 對不對 黑體其實是diffused 所以在一個band surface 你只要插一個pi就好了 只是插一個pi的比例就是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 這個黑體的特性 好 那我們也許往下看一下 它的關係式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i呢就是這樣的 那或者是我們把它 這個emissive power spectral emissive power emissive power 然後就等於這樣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如果 i來寫就是這樣 那它是一個 看起來有點複雜的函數形式 第一個你看它是lambda的五次方 然後它還是exponential 然後lambda又放在exponential的分母這邊 然後它還有一個t 那k那是boseman constant 然後另外一個t溫度 對不對 好這邊就是熱能 那好 因此我們會看見說 這個它是兩個函數 因為其他的都是常數嘛 其他都是常數 比如這個是光速啦 這個plank的常數等等 那基本上呢 我們會發現它是一個lambda函數 而且這個lambda函數蠻複雜的 對不對 一個lambda-5次方 負5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個exponential裡面的 那你就很難講它是什麼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1 這樣子的一個函數 然後另外呢它是t函數 t分到這裡 所以基本上它是這兩個函數 最主要的這兩個部分 所以因此我們把它圖畫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見 它會是lambda的函數 然後它會是t的函數 OK 所以它有兩個變數在那裡 這變數在這裡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會看 每一個 每一條線 它對應於一個溫度 所以每一個固定溫度這樣 我們畫出來它這樣一條線 每個都有一條線 畫出來 然後我們就發現 越高溫度的呢 它就越往左上方走 所以它的波長就會越 它的peak 它的peak部分 就會cover到越來越短波 很多地方去 所以它就越往左上方走 好 那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中間呢 有一個 拉了一條直線 你要注意一下 這是lock scale 這是lock scale 當然如果不是lock scale 它整個畫起來 哇那可能 這個當然會用lock scale 因為它的scale 非常的大 你看它這邊畫了多少個scale 十四個 十三個對不對 九到負四 所以它的order非常的大 order magnitude很大 然後另外lander 從0.1畫到100 這是我們summer radiation的範圍 對不對 所以它這個 也是很大 所以它就把它集中 用這個 雙的對數來 lock scale 來畫 好 那結果畫出來以後 我們會發現 它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一條線 這個很重要 要把它背下來的 要記 我們會發現這條線的peak 好 每一個它的最大值 把它連起來 它在這個圖上是一條直線 而且這個直線呢 我們可以把它找出來 它的關係是 它叫lander maximum的t lander maximum表示 它的強度最強的那個lander 所以這個是lander maximum 在這裡 這lander maximum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把它lander maximum 定出來以後 再乘 然後呢跟它的溫度 跟它這個物體的溫度 有一定的關係 它的關係數字是lander maximumt 等於2898 micron k 因為micron k 2898 這個數字 這門課要把它擠下來 因為其實還蠻好用的 有很多的現象 我們蠻好用的 因為我們待會就會看到 好了 2898這個數字呢 可以告訴我們幾件事情 第一個我們現在說 好 我們人的溫度 我放射的波場大會 最強在哪裡 我們就可以去算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是35度 Surface 我們可能35度 那我們用k來算是多少 273加35度 310 308 還是318 273加上318 對不對 那 所以我們大概300多k 好 300多k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可以 拉到這個地方 300多k大概這個位置 對不對 它的peak就在這裡 因為這300k 這是室溫 那我們比室溫高一點 所以我們大概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會看一下說 我的最強的量 你注意一下 這是lock scale 你不要說這個差不多 你這個 這個一差就是兩倍 馬上就下去了 好 所以 然後呢 接下來這邊是多少呢 這個大概是多少 大概 這個大概是9點幾 對不對 你可能在8到9了 對不對 我們的波長大概就是 將近10 我們假設 近似用10來看 所以我們 我們人體放出來的光線 就是紅外線 有沒有 就是紅外線 你就用這個式子 馬上就可以看出來 所以很好用的 好 那我們說假設一個燈泡 白癡燈 比如它 假設它燒到2000度 或者3000度的溫度 你大概就會 立刻你就可以知道 它的波長大概多少 OK 你就用這個去算 假設3000 好不好 它的波長大概就是 3000 它就1了嘛 所以它對到這邊 大概就是這邊 那所以表示說什麼 它是在近紅外光 對不對 它最大的能量呢 可能是在這個位置 1到2之間 1到2之間 它的主要能量 是放在這裡 那可是有可見光在這裡 那這邊到這邊 這樣是10倍 所以你看到這邊 大概一個10倍的order 對不對 所以表示多少 多少是可見光呢 10分之1 就是很少 你知道嗎 所以10分是可能 絕大分是紅外線 所以你會知道 哇這燈泡很燙 為什麼 你在遠遠的就發現 它的熱伏射一直過來 因為它都是用紅外線 在放射的 那可見光當然是有的 但是相對來比例 不那麼高 可能只有10%左右 所以大部分可能更低 可能更低 所以絕大分是紅外線 所以這個東西 在生活上你會很清楚 然後再比如說 假設你到了什麼工廠去看 你去看一下它那個壓缸 熱壓出來的那個 從爐子出來那個 紅黃黃黃黃的那個光 你如果按紅色 你就知道它溫度不是那麼高 因為你可以拉到 紅光這邊來 因為它最強的是在紅光 所以你就大概知道說 它可能最強的 大概會是多少度 你可以大概去抓那個量 所以它cover到那個位置 當然你也會看見說 當它比較 剛剛出來的比較熱的時候 它是比較黃 然後稍微溫度低一點 它就開始變紅 然後在冷卻它就變成暗色了 然後在冷卻它就變成暗色了 合見光就慢慢沒有了 看不太到了 它就暗色了 OK 那這個都是可以讓我們在生活上 可以運用的一些東西 所以都是LENDA T 2898 這個數字 來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我們就會發現 到了這個地方 我們發現呢 它畫一個5800 它畫了5800K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那這個5800K 其實大約是可以 是太陽表面的溫度 大約是太陽表面的溫度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而且呢 因為它太陽表面大概具有了 5800K這樣的溫度 所以它的放射的頻率 就在這個位置我們就發現 你去算一下你就知道 那它大概就是0.4到0.7中間 大概0.5左右了 因為你可以看 5800K除以2898嘛 除以這個 所以它就是在可見光這個範圍 0.5左右了 大約這個位置 那就是在我們人的眼睛看見的 最核心的位置 所以就這個地方 就發現它的最有效的範圍 就是在我們的人眼睛的 看到的位置 可見光的位置 所以這個東西就非常有趣了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我們人 可以看到的地方 那所以 換句話說 我們要感謝 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宇宙 被創造成這個樣子 因為通通配合得非常好 因為 如果我這個pick太陽光的表面 是1萬度的話 你就知道第一個會有什麼問題 1萬度你就去拉拉拉 喔它的pick是紫外光 那個紫外光的能量很強 所以大概 大概很多這種 它可以強到把我們的那種 細胞 很多 胚胎細胞都給殺死 所以大概不會有生命出來 OK 所以如果說 太陽如果它的亮度太多 它質量高一點 我們就不可能有生命存在 OK 那這是一件事 那這是關於它的波長的部分 好 然後這個波長呢 在這裡呢 我們會發現它是最可見光最好的 然後它的紫外光會有 對不對 它紫外光會有 但是不是它最強的 所以這邊就牽涉到 你的溫度要恰到好處 那如果溫度是 再小一點的話 你看不到 紅外光 紅紅暗暗的 人 看不到的 所以 所以這個溫度是非常 恰到好處的 那當然另外呢 我們也可以想像說 假設 好 假設太陽的這個溫度是這樣子 但是與我們的距離也有關係 那當然那是另外一件事 那是強度的問題 那另外跟我們距離有關係 那當然就是跟我的溫度 物體 這個地球環境溫度是不是 能夠恰當生活有關係 那當然是另外一件事 那至少從 radiation來看 我們看到說 太陽的表面的溫度 是在5800度 這個是一個很重大的要素 至少讓我們可以看得見 太高不行 太低你也不行 OK 這個是從 從我們這個 radiation的角度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那所以說實際上 要珍惜我們所有的這些功能 這些功能都是非常非常的 在很多很多的巧妙的 配合之下我們才有的 不是那麼稀鬆平常 是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 都在一起 才會有這樣的現象 好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了 看到這個圖 一定要把它記清楚 一定要記清楚 還有幾件事我要稍微說明的 你會注意到它畫 你要畫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沒有交叉對不對 一個涵蓋一個 一個涵蓋一個 不要畫成交叉 因為以前考試 每一年都會發生一件事情 假設這樣你畫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會這樣畫 你就很習慣這樣畫 不要這樣畫好不好 把它記著一下 把它放在你的腦袋裡面 至少這門課好不好 至少期末卡以前 要把它記一下 OK 然後呢 你這個數字也許背不得 2898有時候很會記錯 是不是2989呢 還是 243339有時候記不得 沒關係啦 但你要知道有這麼回事 你知道有這個 這家DEL我們會介紹 叫William's Law Displacement Law OK 所以不要亂畫它 然後呢 一個就是它的peak 越高溫 越往左邊 它就換句話說它的 這個波長就越來越短波 越來越短波 越來越短波 是這樣的一個特性 然後它是Log Scale 所以它的強度是差很多很多的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介紹它的方程式關係式 那叫做普蘭克的Distribution 普蘭克的分布 那為什麼要紀念 這個就叫普蘭克 因為就是紀念它的成果 那普蘭克呢 他當時就是研究這個Radiation的時候 他就發現當他去解出 即要解它來的時候 他發現這種以傳統的這種 連續性的方式 它是沒辦法處理的 所以後來他就只得用 用一個量子的方式來進去 他現在用Discrete的結果 所以因為這個研究呢 他就提出來所謂的量子論 他把它提出來之後 他發現它的解答就非常漂亮 就出來了 所以當然他就得到 因為這個Contribution 他得了1918年的諾貝爾獎 所以當然我們會紀念它 OK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 很重要的研究成果 他是在量子力學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創始者之一 量子論是由他所提出來的 好 那我們就要來應用它 欣賞它 它的出來的東西 那我們剛剛講到說 它的關係式是這樣子 很複雜啦 你也不要去背它 你不要去背它 實在背不下來的 因為它中間還有好多的常數 在那裡 你不要去背它 但是你要知道我們剛才講的幾件事情 它的Distribution 是Landa跟T的函數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它畫出來就是我們剛剛那個 把這個圖 把這個東西畫出來 OK 就這個 就知道它 這樣就可以了 你大概有這個圖的印象就可以了 好了 那至於說一些重點 我們現在就不談 你們會自己讀書去看 好了 接下來呢我們就繼續看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斜線 虛線 那個斜的斜的虛線 叫Win Displacement Law 那這個虛線呢 這個定出來 其實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就是把這個 把這個東西做一次微分 沿著Landa做一次微分 因為它是Landa函數嘛 你就做微分 然後你讓它等於0對不對 你就找到極值嘛 OK 你就做出來了 好不好 你就找出來它的Maximum的那個 Landa的那個 對應到那個點是什麼 所以你回去做一下就知道 那其他這些係數 都會把它根據這些組合 它就會弄出來 所以就 所以這個 這個Win Displacement Law呢 就可以把它找出來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實際上 導出來的東西 這不是經驗式 這是實際上導出來 所以是Exact Solution OK 所以這邊也都是Exact的東西 因為都是用數學推導出來 OK 不是說我經驗式FIT出來的 不是 是真正的這個Exact Solution 好啦 我們剛才講過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可以找到某一個溫度之下 它的最強的方式的波長是什麼 然後它在這個 剛剛的雙Log的線上 它是一個線性的關係式 所以很好記 OK 好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應該會有吧 應該會有 還有什麼要問的 還是問不出來啦 因為有一個 什麼樣子 就是Radiation 還是Radiation 剛剛就是Radiation 我們就是 通常我們Radiation 就是一般講的輻射 對不對 我們一般就是Radiation 然後有時候Radiation 還有分Therma Radiation 對不對 還有不是Radiation 你說電磁波的另外一些這個 比如說我們的通訊 那也是Radiation 對不對 這個都是屬於輻射 但是我們的Therma Radiation 就是指我們在0.1到100micron中間 有熱的效應的 OK 會溫一些物體 我們物質的內能 產生交互影響的 那叫Therma Radiation OK Iradiation是什麼 是我們在特別講到它的入射 OK 入射光 所以我所接收到四面八方來的這樣的能量 它是屬於Iradiation這一部分 OK 就是在說黑體 然後會說黑體 對 OK 好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們剛剛講說黑體它是一個 我們應該回頭再回 因為剛才確實走了一點快 其實這個問題正好讓我們把進度拉下來 這邊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我們黑體呢 我們剛剛講說它 是一個溫度跟波長的函數對不對 因為它在不同的溫度下 它是會有不同的波長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黑體所放出來的東西 它其實在不同波長是不同的量 然後不同溫度是不同的量 OK 那黑體為什麼會放射 因為任何物體它都會放射對不對 當你的分子或是原子 或者裡面的電子等等 Anyway所有這些物質 它達到了某一定的溫度之下 它有一定的能量 它含著內能對不對 它含著內能 有能量最重要 最明顯的是什麼 會動 就會從位能或是動能上展現 那這些東西呢 就會產生一些磨態 包括電子的 包括一些震動的轉動的 這一類的東西 OK 它都會有這樣的能力 去做這些事情 好 那所以它會做一些 比如說電子的藥籤對不對 比如這樣說 或者是能階的藥籤 反正說有這些能階藥籤之後 它中間的這個能量的能階的變化 它就要用Electromagnetic Wave放出去 這個能量跑下去 就變成光波對不對 所以這叫做放射 那可是這樣子的一些能階呢 它基本上是可逆的 所以如果你有另外一個波長進來了 太陽光線進來了對不對 進來以後 正好我的物質 有這個能階存在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 interaction 對不對 所以它就可能被吸收 所以這個能階就上去了 所以這個電子能階就跳上去 或其他能階跳上去以後 這個能階就變成它的能量了對不對 就是它內能一部分 所以它就把這個外來的能量 就吸收了 OK 這就是吸收的過程 就是所有物質裡面所有能階 跟某一些波長能夠 產生共振 所以它就兜起來 就吸收了 那它自己 因為它有自己的能量 所以它有能階可以跳動對不對 所以它也會放 所以這裡的吸跟放 其實基本上都是可逆的 就是就會有吸有放 有吸有放 所以它就會發生有放射 也有吸收這些事情 那之後我們會再這樣開 Cash for Law 我們還會用這個概念繼續談 好不好 那因此這個物體呢 我們就放射來講 我們現在主要是談放射了 這個 這個Black Body Emitter Emissive Power 我們是講放射 所以它在能量越高的時候 它當然就有更強的 這個Capability去做放射 對不對 然後呢 它通常是在一個比較 能量 能階高的時候 我們知道它的所放出來 你用這個 E等於Hν 你用我們一般講的這個 簡單的一個量子概念 對不對 Hν這個觀念 一個光波 這個大家高中就學過 所以在能量越高的時候 我們通常知道它是對到比較短的 對不對 它這短的短波的這個地方 OK 頻率比較高的這個東西 所以它就會 就會對出來比較強 比較高 比較低頻 高頻的短波的這樣的放射 而且它的量比較大 它所放出來的Power是比較大 然後它是屬於短波的部分 OK 這就跟它的物質在高溫性 不同的溫度具有關係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能量越高 所放出來的那個 那個數越高的時候 通常它的短波的部分 這個部分會比較多了 所以它就往這邊跑 好 還沒有解釋不清楚的 還要繼續說明 OK了嗎 好 所以我們就記得這件事情 BlackBody 它是一個這樣特性的東西 那所謂的我們剛才講說 一個BlackBody 它的最大的極限 它的放射是有它的極限 它不會在這個溫度之下 它不會跑到這裡來 你知道嗎 它2000度就這條線 它不會跑到這條線 因為這就是它的極限 OK 換句話說你可以這樣想像 這個物質 假如一個物質 它跑到2000度的時候 它所有的能量 能夠發揮最大極限 它不可能無限發揮 這就是它的最大極限 那這個最大極限 那這個最大極限 Planck把它提出來 OK 好不好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界線 但吸收呢 是全部都吸收的 所以進來我都把你吃掉 但放射是有它的一個規範 就遵照這個規範來看 好不好 好 我們休息一下